法哥和梁朝偉 當時劇監製李鼎律 要我學瑜伽 三個月前學瑜伽回來 這部電影要開拍 你演的角色就是梁朝偉演的角色 到開拍那天我才知道換了人 我是有和法哥一起演戲 不過我做了攝影師 可能大家覺得老真信輸給梁朝偉很合理 其實老真信自己都明白 沒有背景很難上位 他覺得難受的是 為何TVB不可以早點說換了人 要等到開工的人才跟他說 含著氣和眼淚打電話給李丁林監製 李先生也很好 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公司的政策決定了 他說沒有 上面的政策變了 把你的角色給了梁朝偉 梁朝偉是我們私底 那你做這個吧 你的角色都很過癮 和法哥對戲 那我就拍下去 我是含著拋眼淚含著有怨氣去拍那個角色 他不知道 他怎會知道 今天我不說你也不知道 經過北斗雙紅的失意 盧鎮淳輾轉 認識到一個做電影製作的唐姐姐 這個唐姐姐 還幫盧鎮淳做到電影男主角 那套戲叫天王巨星 但原來這個機會 是令她跌入另一個更深的局底 這個唐姐姐是做電影製作的 那是否對這個年輕人來說 我來說是否一個希望 他做製作的 可能他會幫我找到很多機會 那果然 他是給了很多機會我 但是 這些機會是要我付出很多個代價 換回來的 這些不可以告訴你們 錢沒有了 人沒有了 命都差點沒有了 魯鎮淳自封天王他會 我跟你們說我沒有自封過 是當時的電影叫天王巨星 那時候的觀眾是很單純的 你這樣說 這樣宣傳的話 人家就說是李自封的 變成蓋了我帽子在我身上 你知道我多辛苦嗎 我不是這樣囂張的人 蓋了在我身上 那些人出來看你是恥笑的 鄙視的 甚至是你唱歌的 李天王巨星 憑什麼 天王巨星當年票房慘淡 魯鎮信還名利盡失 他債人二百多萬 試過拍外景的時候 被人追溯 當時因為債務加上感情問題 而影響了他的工作 但我當年可以負二百多萬 魯鎮信三個字 因為我無知 我白癡 商業登記拿了我的名字去登記 上了身 我當年是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只是一個 在你們的年輕人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不是很猛 很吵 所以為何有腦震蕩出現 導演就說我腦震蕩 對 那不是怎樣怎樣 後刻又怎樣 沒有人知道 叫天不認 叫地不聞 惹難法反面跟別人說 人家說你白癡 你自己拿來 那時候我不懂得這樣想 你怎樣好意思跟別人說 拍來拍去就這樣 我懂自己的事還沒處理好 那你就告訴監製方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讓我們師兄弟去學 做這些角色 因為我都做過了 因為我有些事要處理 你知道他們說什麼 我說行 你推氣吧 接著我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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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是那時候的藝人 調配了我頭打電話 第一句就是問候我 你推氣嗎 你恐嚇監製嗎 我不明白那些人為何說話 這麼不負責任 他家言家吵眾蟲 這個人已經消失了 多行不宜必自閉 離開TVP之後 他到亞視拍了《無則天》 這套劇令老真信 去到自己演藝的高峰 可惜高峰之後 承知不到 又跌下來 我甚至乎和班記兩個 穿著古裝 過關去深圳寬樂城唱關 唱完歌之後再回來 是這樣走來走去的 很辛苦的 那時候波浩姐和我一起 五天五夜沒有睡 我們兩個走過 波浩姐說我們是人來的 讓我們吃飯 讓我們睡覺 很慘 我們這樣拍回來 沒辦法 那頭要出床 那頭要過關 那頭要唱歌 第二天要開拍 你不拍是你自己的損失 你有所謂 圈子這麼多人 你不走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重 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重 看得那麼重 你自己拿來 你自己覺得你聰明 你覺得自己好 是不是這樣 你不做 搶著做